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武术之《荣春》 这集开始 叶俊师傅示范一下《荣春的兵器八战刀》 师傅我想问你 《荣春的兵器》是哪种 实际《荣春的兵器》是不多的 只得一部《八战刀》和一套《六点半》 为何师傅选择《八战刀》为我们示范 《八战刀》的特色是怎样的 据《荣春》的传说 那套《六点半》本身不是荣春的功夫 是昔日梁赞书祖 和人将《荣春》的《八战刀》 和人交换《六点半》 因此来说 我示范《八战刀》的动作 《八战刀》本身是荣春的功夫 因为《八战刀》完全根据《荣春》的拳法 去显变出来 包括《荣春》的马和手法 去显变出来 现在时间先看看《八战刀》一整套的八战动作 然后师傅再让我们示范第一战和第二战的动作 那这样是错的 实际上 这双刀是南派功夫扮用的一双双刀 有人 叫它做蝴蝶刀 因为两把刀掛起上来 好像一双蝴蝶 另外有人 也叫这双刀 叫做合掌刀 因为两把刀 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好像合在一起 一双手掌 那为什么 有人会叫它做八战刀呢? 因为荣春就是利用这套刀 南派功夫惯用的一双双刀 来玩这套刀法 这套刀法 就叫做八战刀 所以有人就是误会 这一双刀叫做八战刀 那为什么 这套刀法叫做八战刀呢? 因为 因为 这套刀法 一共有八战 每一战是有两个部分的 一个部分 就站定来玩的 另一个部分呢 有进马 退马 站定来玩 这个部分 分别 是用八种荣春现变出来的刀法 一共斩八下 一共斩八下 所以 这一套刀法 就叫做八战刀了 一共斩八下 一共斩八下 三个姓 十二十七八三 就叫做八战刀 大约 在八战刀法 这一共斩八下 一共斩八下 成像 一共斩八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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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是用来对付冠军的 这一刻是利用射码去射开对方的攻击 这一刻是用来的 这几下就是标刀 标刀也是扯着拳的一样 将导致法律是由拳法鸽打鸽变过来的 看完缸中白油的八盏刀第一和第二节动作之后 下一集叶俊师傅再来我们示范一下八盏刀的其余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